我們來看一下立體 這裡有一個坡,向右邊走 問你夾以柄的運動方向向哪裡 我跟妳講,會有兩個方法做 第一個方法是看後面 第二個方法是照瞄,往上照瞄 然後我們現在就看後面 妳現在向左邊,妳現在向左邊運動 所以呢,右邊是後面 右邊會 所以夾的後面是往上 妳的後面是往下 妳的後面是往上 妳的後面是往上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夾應該往上 蠔應該往下 蠔應該往上 所以呢,我們答案就選擇了就是A 就是判斷運動方向 這裡要向右邊動 然後問你夾跟以向哪邊動 夾跟以向哪裡動 夾跟以向哪邊動 穿斷運動,趕心 拿V 穿斷運動 最後 牽涅 收到後面右邊 所以夾的左邊在上面 左邊在下面 所以知道甲是向上,乙是向下 好,那請問你,這只有一點了 剛剛有什麼三點兩點,這樣就只有一點 請問你甲往哪邊動? 甲往哪裡動? 甲往哪邊動? 謝民喔 提供上,你選AB的B,請坐 他這一題提你,我剛才講的時候 我沒有把題目怎麼看清楚 所以我講話出一個小問題 他這一題是問你,這一題是問你 借質的運動方向? 不是,他是問你什麼? 波的前進方向 波的前進方向 他說甲的運動方向要向下 甲的運動方向是向下 甲是向下,這在下面 那向後面是向後面看 所以右邊是後面 所以左邊是前進方向 這樣還是右邊是後面,然後向下 所以他的運動方向是朝左 所以他的運動方向朝左 剛才一開始講話的時候 沒有把他講對,講正確 他不是問借質的運動方向 他是問你波的前進方向 跟平常你看到的題目不太一樣 這也就是要警告你 要把題目看清楚 人家到底在問些什麼東西 這些就是有關於一些 借質的運動方向的問題 無論如何 沒有 OK